隆起的山坡呢 是这个女生的脸部 那第二个隆起的山坡是她的胸部 第三个隆起的地方是她的肚子 这个女生啊 她怀孕了在藏栏有36F左右 那这个地方这个景点名称叫做望夫石 它象征着一段这个见证不移的爱情故事 早期我们这边的男丁出去逃海的时候呢 女生都会在岸边等她的丈夫回来 因为我们早期这边的传统 女生是不能够上渔船的 那有一次她的丈夫在海上发生了船难 就没有再回来了 但是她的同伴 她的伙伴呢 不忍心告诉她老婆说 她已经遇难了这个消息 那她老婆本身自己也不愿意去相信 就在这边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最后铁力不支 就这样子掉到海里面往生了 那到了后来呢 就幻化为这片山坡守护着这里的陶海人 象征着一段这个见证不移的爱情故事 叫做望夫时 那故事的第二个版本是说 这边海的对面那边呢 叫做中国大陆 大陆OK 真的啦 真的